大家看到小向阳了 这是六岁的孩子 今天七岁了 丢的那天是哪天 腊月二十三了 腊月二十三小娘那天 孩子是在哪儿 找不见了奶奶 滚路上 公路上 他怎么会上公路呢 国区车滚路拍里的 我们家门口 我们家门口就是一个 我们要回家 他在门口 家门口等我们回去 然后等我们回去 等没等到我们 那天等于他出去等你们 因为我们给小孩打家话 我们说我们要回去了 去报警了吗 就比较大队喇叭上去换了 大队的喇叭上广播了 广播了就 接了船就上来 还是别到 都报警到这里都行到了 我又先穿完 就第二天去报警去 第二天报的警 其实他们家吧 很困难 但是他们家 包了好多车 一直就是说 从上往下 各个方向去找 对 陈主任 那你直觉上 你经历这样的事情 比较多 像他这种孩子 出门就是国道 冬天 你觉得有可能 他这个附近没有 那个就是沟啊 还有这个小的 那个这种湖啊 有吗 没有 都没有 都没有 也是有一条国道 是从哪儿到哪儿的 那条国道 下面就到宝基 上面就到千水 甘肃到陕西的 对 对 陕西的 孩子记得 你们家里电话吗 记得到 对 他经常打电话 他以前给你打过 经常打 经常打 那你们这个手机 都不要关机 没有关机 都要开着 这个案件呢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应该是一个 拐卖儿童案件 七岁的孩子了 能轻易地就 就绑走了吗 大白天 他有一些 哄骗的方式 哄骗 他可能就是 会给他编造个理由 你比如说 说你父母回家了 在哪儿等你呢 然后让我带你去找他 骗孩子 把孩子拐走